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迎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我们知道刚刚在朱二十峰会上 美国就联合印度和欧盟想着还拉上沙特阿拉伯 要搞一个叫做印欧经济走廊 IMEC 其实你看到西媒对于这个基建 应该是这样说,是挺有期待的 你看到他们都说到将来怎么怎么抗衡一带路 当然他们说不是 拜登他说什么都说不是 我们无意打压中国的 然后跟越南升级关系说我们不想围堵中国 最糟糕是他们 西媒没有人相信他说这句话 西媒都不相信你 我们不是围堵中国,相信我们 而且最记得拜登就叫 做错了这个 蒙拉曼王柱的名字 叫三文鱼 算了,有他了 当然了,亦都是很多媒体 西方媒体就觉得这个计划是为了检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不过有个人兄 就叫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亦都被称为北约普京 他就说 印钩经济走廊没有我们根本是不会存在的 而且他就有个代替方案,我代替你那个 因为他觉得你没有经过我这里 我议多安是在 峰会结束之后 是飞回去土耳其 开了记者会 记者就问 印钩经济走廊是不是可以被视作 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计划的一个 针对性 的基建 我议多安就说 由于 土耳其所处的地缘战略位置 土耳其密切关注世界上所有的走廊发展 没错 它是一个相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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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的地方 你不要得罪它 否则 它背后很多那些极端人 如果它放远手脚你都麻烦了 因为它那么近欧洲 第一个糟糕的应该就是欧盟 埃尔冬安就说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上 取得了进展 并且还会继续向前推进 他就 一说到 印钩经济走廊计划时 他就难掩不满之情 他就说我可以这样说 没有土耳其就不会有走廊 当然 是不是土耳其想叉进去玩 他就不是 他想着自己弄一个 因为他怕被西方制褶 他不是想参进去玩 我从来以为 你不是想 进去玩 没什么好处 原来不是 他想自己搞另一条 我以当时就说 土耳其 方面 了解一样的就是 各国家想着通过商业 道路和路线发展自己的 势力范围 但是土耳其是 重要的生产和贸易基地 从东到西 最合适的交通路线 必须经过土耳其 他说的是对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土耳其 真是自古以来 都是各大帝国 必争的 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他太特殊了 这个地理位置 之后 他就说 这样 我们其实 提出了一个计划 原来他就提到 伊拉克 今年有个叫做发展指导基建计划 伊拉克的总理 苏达尼曾经表示这个计划 成为 发展经济的大动物 令伊拉克变成 经济 历史文化 还有其他机遇的集聚之地 其实伊拉克也是 就是 我们知道巴比伦 其实有 巴比伦的文明 两伊 曾经也是巴比伦文明覆盖的地方 也是一个 值得一去的地方 当然 环境比较恶劣 比较辛苦的地方 原来这个计划 就是 贯川 伊拉克 南北公路和铁路 南起就是 巴拉斯省的 法澳港 北道就是 为什么土耳其有法 去到土耳边境 全长1200公里 伊拉克还计划 完善 有新的物流中心 工业城市 以及 修建 天然气 还有石油管道 准备资金 是170亿美元 预计2024年动工 用3-5年时间 建成 创造10万个工作机会 以及 建成之后 有望每年带来40亿美元的经济产值 我以当案就说 你有这个沙特 当然沙特未答应 实利的 你记住 沙特 王柱也是很精的 你说我都不会反对的 你叫我我就去 反正对我国家有利 就是 原来那头就是沙特 说会参入 这头就是另外一个 有实力的国家 那头是沙特 我就有阿联友 那头就是沙特 王处 许武刊 勒得本 撒纳万支持 这次 是阿联由阿布扎 给 王处支持 原来他们刚刚 亦是会 同意 不能拖 他们更快 因为 你跟欧盟谈 美国反而欧盟比欧盟还要谈谈 难民欲知 还有印度也很难 你没以为印度比欧盟更难 我不行 到时候说不行 你这样 我们没什么好处 甚至谈好了 瑞士又再改 原来 他和王储谈过 六十一来 完成谈判 因为他也有钱 今年来 现在已经九月中了 除了亚联邮之外还有卡塔尔两大有钱 为了实施基建 事实上有很多 而且你和印度谈论真的很困难 你和他谈生意真的很困难 其实逢得来恩也不是容易 这是重大基建 而且亚联邮、卡塔尔、土耳其 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而且他们有一个优势 全部都是某宗教国家 全部都是某宗教国家 因为他们自己 某宗教人士谈也是容易的 说回美国 印度和欧盟 还有沙特 他们也是搞长边会议 长边会议 就签罗两解备忘录 当然他们长边会议是好看得多的 因为他是 有份参加主义十封会的 不像某个地方 某个地方 别人没有请他去长边会议 还说为什么不让他进去 拿了台湾护照 为什么不让他进去 做人的丑字虽然比较难写 但我相信他们应该懂得写的 对吗? 宣布印度 小丑的手少点笔画 可以的 写给我吧 其实宣布将建设 当然是两解备亡 宣布将会建设印度中东 欧洲经济走廊 这个野心勃勃叫做现代香料之路 就被称为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那你不要忘记 沙特埃伯都有签一带一路倡议的 印度就没有签 其实当时中国都说印度可以进来 但他就不肯 因为他觉得自己要拿支旗 给支旗你拿 不知拿到怎样 根据白宫被忘录 IMEC 即他们倡议的走廊 是由东部和西部两条路线组成的 一条将会是横跨阿拉伯海 从印度延伸到阿联游 另外一个将会穿越沙特阿拉伯 若旦以色列 将这些中东国家 连接到欧洲 其实有些人就很担心 好像半岛电视台 他们就觉得 其实搞这么多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基建的话 多些的话 有时候也要看看成本效益 半岛电视台 就说中国的力量增长得这么快 以至于很多国家都担心 不过 半岛电视台也觉得 由于两者所覆盖的国家地区不同 所以这个新项目 不一定可以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对于国际基建倡议问题来说 其实中国外交部发言汪文斌也说过 中方认为全球基建 设施领域的学作空间很广阔 各类相关倡议不存在 互相抗衡 或者彼此取代的问题 世界需要的是踏桥 而不是拆桥 是要互联互通 而不是脱欧竹场 因为美国经常说小院高场 不可以让它的技术流出去 但是有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你担心别人的技术拿你的时候 你围起墙 会有一天 世界变了 你翻过墙的时候 原来不同了 原来他们没有那么差 不是好像我们想 我捉起墙墙他们应该什么都拿不到 我相信是这样 不是拿不到 别人都会接触 而且我觉得 你和外间多些接触 会不会是激起了你的竞争和创新的东西 会的 但交流有不同的交流 是好很多的 但是现在 我不知道你是否很没有信心 害怕或者怎么样 就是 上纲上线到 之前说的脱钩 现在就是去风险化了 没错 没错 你所说的小院高场 其实我觉得这个词这样形容会不会那么好 因为他一说 一说这样 给人感觉 封闭 当然他封闭得很大 他盟友多 而且也是发达国家盟友比较多 但是封闭下 会不会场外的风景 已经第二番光景 我觉得是会的 说回中方亦都说 做基建应该是互利共赢 而不是 封闭排他 中方欢迎一切有助于 其实他一直都这么说 中方欢迎一切有助于汇聚合力 促进全球 基础设施的窗疫 任何打住 基础设施建设的旗号 推动地缘政治算计 都是不受欢迎 亦都不会得逞 当然他们有没有算计 他就说没有 那么 新香料之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带一路叫新丝囚之劳 因为 你的丝囚就有香料 行不行 行 那当然行 他没有人给你 还有 刚才我说的亚联邮也有 签署两解备忘录 亚联邮整两条也没问题 还有意大利法国德国也有签署 根据这个白宫的备忘录 这个基建计划 当然 是有两条线组成 其实白宫的官员 就说 这个金融事报说 这条走廊计划通过铁路 减少 这个 燃料用量 加快海湾地区能源出口 并且 促进贸易流动 另外 参与方 亦都将会在 铁路线铺设电力 和数码连接电纜 以及用于发电的可再生能源轻管道 金融事报 金融事报说有关国家 已经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几个月谈判 现在正式 正式方式进行对话 当然 还未签成 避忘录 因为避忘录 可能中间有些波折 也不出奇 不过这样说 如果 对那个 如果按你的 降低成本 其实对全世界有利 中方也说过 没什么问题 你不要搞 地缘政治对抗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